半壁江山已经泡在水里了 为什么习近平到现在没有公开露面 你的推测是什么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有几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就是说 现在疫情很严重 中国表面上疫情是已经解决了 但是说他们的数字是造假的 大家看到这种独裁政权的 不管习近平还有北韩的金正恩 都没有出来 他们对自己的健康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们不敢出来是一个可能 另外一个就是党内的权力斗争 已经非常严酷了 他谁也不敢离开 就是动不了的可能性 第三个可能性就是说 现在习近平出来也完全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洪水马上八月份迅速还要严重 那么所以习近平他要等到 洪水将要漏下去的时候再出来 就说我一出来你看洪水都解决了 还是我了不起 他要表示保持自己的形象 如果现在出来今后洪水更加扩大 死人更多的话 他就是要担责任的 所以他躲在后边 我认为是这么想 是 来 张医生老师怎么看这个态势呢 西越的外交情势对中国来讲 实在是丰佛的 也就是我快念完 各国都禁止华为供应 台湾是台积电 英国也好 美国也好 意大利也好 很多国 法国也好 那我们再看比利时支持台湾国家的 国际的财予 比利时国会130比0嘛 有些地方是印度洋言退出 刚才我们的财经专家所说的RCEP 印度最夸张的地方是联署哦 要把中国大使馆的街区啊 改成啊 让中国痛得不得了了 改名叫做打赖喇叭路 这就是会让中国痛不欲生 还包含了其他国家的问题 这叫做内外交迫 中国所面对的不是只有美国 是包含美国背后的印太战略国家 还有G7 还有欧盟 所以呢 外部情势险峻 内部呢 经济衰退又淹大水 而且呢 疫情呢 真的解决了吗 所以呢 在这个刀口上 他只剩下做一个方法 北戴河会议可以不开啊 当双城论坛必须要举行 为什么双城论坛就被掏收啊 为为救兆嘛 全世界只有一个怪异的国家 就是台湾内部有这样的政党 愿意啊 来炮制什么 哎呀 我们现在跟中国的城市交流 蓬勃发展 我相信呢 这两天呢 这个双城论坛举行啊 基本上柯文哲跟民众党 说的都是啊 两岸交流 基本上是不能中断的 中国最需要的及时雨啊 居然在双城论坛之中 找到了突破口 这就是中国的排算 因为呢 在台湾内部 永远有人愿意帮他做 回味就造的工作